大雄每五次考试的一次零分 新来的转校生每十次考试会得三次零分 这让大雄高兴得不得了 终于有人比自己更废柴了 这个转校生叫多慕 刚进教室就被门家的脑袋 看起来真的不太聪明 鞠躬的时候把书本都掉了 简直是翻版的大雄 大雄邀请他来家里 两人准备一起写作业 大雄刚写完一题 就要跟多慕对答案 可人家还没写完呢 蓝胖子让大雄别催人家 谁都有自己的节奏 大雄还嘲笑多慕不行 这么简单的题都能错 当多慕认真请教大雄时 大雄答不上来 却要让多慕独立思考 作业还没写完 大雄就拉着多慕出去玩 镜香给两人照了一张相 接下来两人还要赛跑 大雄用尽全力 稍微赢了多慕半步 就高兴地跳了起来 有比自己还废柴的朋友 大雄吃饭都香了许多 就连上课罚站 大雄都有罢了 大雄想跟多慕做个约定 两个人一起考零分 可多慕却想努力考100分 没想到多慕这么有上进心 大雄一下子就蒙圈了 胖虎小福找大雄打棒球 输了就要挨30拳 大雄谎称自己有事 推荐让新来的多慕去打球 就这样大雄逃过了一劫 还开心地讲给蓝胖子听 蓝胖子拿出了角色 对调录影机 原来他记录了大雄最近的行为 比如和多慕一起写作业 蓝胖子按下角色互换按钮 多慕变成了大雄 大雄变成了小夫 看着小夫嘲笑自己 大雄有点慌了 再看看跑步赢了大雄 小夫推荐大雄去打球 大雄看到这里脸都轻了 没想到自己的行为这么无耻 想着还在打球的多慕 大雄慌忙跑了出去 多慕果然运动也不行 棒球打得跟大雄一样差 大雄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眼看着胖虎这会要动手 大雄鼓起勇气冲了过去 直言是自己推荐的多慕 要打就打自己吧 到了傍晚大雄还没回家 蓝胖子出来找他了 大雄真诚向多慕道了歉 多慕却对大雄表示了感谢 转天多慕又要转学了 因为老爸工作调动 所以要搬家转学 多慕感谢大雄保护自己 直言自己会记着大雄的 虽然有些不舍 但最终还是要离别 听了多慕的话 大雄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真想有个洞钻进去 于是蓝胖子真给他弄了个洞 你觉得大雄是废柴吗